另一款全机械化操作的模板就是滑模板 3-4 它主要是用铁模板加钢架做成的 滑模板所用的工具和爬升模板一样 都是利用千斤顶 它的好处是可以一边绑扎钢筋 一边胶住混凝土 如果不受环保限制的话可以24小时运作 这种模板最适用于烟囱去吹米 上宽下窄都没问题 以及筒形鼓掌及塞罗 它可以做到墙深完全没有任何接拨口 用滑模板除了垂直度可以做到准确之外 一般可以在三天内完成一层混凝土墙深 而在胶住后 混凝土还是湿的时候 就可以将混凝土外墙做粗糙面 以便将来做外墙的时候 瓷砖自然就会更加紧贴了 还不止这些呢 还可以用它来盖楼 改得越高越符合经济效益 虽然滑模板都可以做到弧形外墙 但所有外墙的悬壁式楼面就要后座了 而且外墙还要尽量少加装饰线才可以 另外滑模板还可以用于外墙和楼宇中间的核心部分 也就是Central Core 而各层的楼面就可以用混合建筑的方法 也就是Composive Compensation来做 可以用公子钢加波纹钢模板来作为楼面的承托架 或者用铝模板和传统模板的方法都行 但是楼面和墙深的接拨位就和爬升模板一样要小心处理才行 而一般的间隔墙要不少于125mm才可以采用滑模板 而说到安全方面 用滑模板施工时有安全围栏当然就没问题了 但是上下的楼梯就一定要特别设计 以配合滑模板的爬升运行 讲完了滑模板就轮到讲滑爬模板 也就是Central Core 它是第二代的滑模板 在经过了改良以后 已经克服了厚道楼面混凝土的局限 改良了当然比较好了 那它的好处在哪里呢 好处就是说 如果楼面是可以和墙深一次过U型的落石市 就减少了垂直的薄口 也都是相对减少了层与层之间的流水问题 有了这层楼面的保护 对于下面工作的工友 就减少了高空谷密的危险性 对于工友工作就安全一点了 何止啊 就连外墙窗台 冷气机台 以及装饰线 都可以一次性交住混凝土了 是吗 外墙有这么多凹凸的地方 模板也可以升起来 那就要麻烦秉书你给我们讲解一下 到底有什么秘诀了 其实道理很简单啊 就在混凝土突出的部分下方 也就是在模板上是双开门 每次进行混凝土浇注以后 要进行生模时 就要把这个双开门打开 来避开混凝土的突出部位 这不就行了吗 这样达到优质的目标 的确是要不断改进的 那秉书啊 滑爬模板要怎么样操作呢 滑爬模板的间隔墙 都是用大模板来做 胶住完混凝土之后 就可以用滑轮将模板移离墙身 然后再用千斤顶将模板提升到上一层 再进行组装的工作 完成以后 墙身与楼面呈幽形 这样就可以进行一次性浇注混凝土 如果工地上可以用悬壁式混凝土 泵来倒混凝土的话 那就更方便了 这样楼房就只会有打横的接口 而没有树立的接口位了 不过要记住浇注混凝土之后 所有混凝土顶部 也就是Leveling Park都不可以松脱 以免影响整个结构 而所用的工具就和钢模板差不多 多了用来修拆螺丝帽的风动扳手 如果工程师要修改图纸的话 那就有麻烦了 所以如果要用滑爬模板 在开工之前 工程师最好要先冻结所有的设计 至于安全方面 滑爬模板和滑模板 还有爬升模板 都会有上下层安全工作台 及围栏来来配合施工 继续